大家好,我是昆尼王佑君,一名生活在南加州的房地产经纪人 欢迎收看我的节目《昆尼说》落成 每周四下午五点半,我将为您深度解读一座城市 也欢迎收看我的节目《昆尼说》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的是大名鼎鼎 也是全世界最尊贵住宅的比弗里山庄 被人们称之为财富名利的代表和象征 比弗里山庄是举世文明的全球富豪心目中的梦幻之地 作为洛杉矶市内最有名的城镇城 这里有着全世界最高档的商业街 也云集了好莱坞影星等众多豪宅 同时作为世界影坛圣地也吸引了很多的导演观光于此 比弗里山庄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游客 好奇的在这些大街小巷来进行探索 这里汇聚了全球顶尖的时尚品牌 每一家都金币辉煌气势不凡 最有名的莫过于罗迪欧大道 今天也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文明的购物中心吧 我相信即使您没来过洛杉矶 也一定知道比弗里 而比弗里里面最重要的呢 就是这条罗迪欧大道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条最著名的名品街 这里呢 所有的世界上有名的品牌 它都有 威尔谢大道 散塔莫尼卡大道和日落大道 构成了比弗里山庄主要的干道 罗迪欧大道则是比弗里山庄的名店街 街道两侧领利着顶级品牌的旗舰店 不仅是气势比其他购物区更高 各个建筑在室外设计上都极为用心 体现出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完美之道 阿兰 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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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新冠大道是一条沿着美国好莱坞大道伸展的人行道 上面有两千多颗向于好莱坞商会追进名人庆名的新型奖章 以纪念他们对娱乐业的贡献 还有路边的这些就是有这些装扮的他们都是艺人啊 然后跟他们拍照也是要收费的 大家如果想要留影的话也OK 但是要注意他们是要付那个小费的 这里还有一个地铁口 这个地铁口可以直接坐地铁去环球影城 大家来洛杉矶肯定也是会去环球影城打卡的对吧 现在中国也有环球影城了 但是我还一直没有机会去不知道大家你们去过吗 然后现在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商圈呢商场 我每次都从这边过去有一个打卡点 也是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好莱坞的San 远远的看到好莱坞的San 就是出现在各种电影场景里面的 然后稍后呢我们还有一项秘密活动 是去那个好莱坞的那边去做的迷迷活动 大家猜猜是什么呢 刚刚就是这里啦 这里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好莱坞的San 很多人都会在这里拍照留个念 可能我们实际看的会大一点 可能在镜头前面你可能看的更小一点 一会儿带大家近近距离去看哦 我们下期待了 哈喽 我们今天要来体验一下骑马 我们刚刚把车停在这里了 我们来的这个马场叫做Sonsire Ranch 然后是在好莱坞山脚下 以前我来过 思雨没来过 所以我们把车停下了 我们现在先爬上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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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速度很慢 刚才hike的都比我们快很多 其实不可怕速度也很慢 但是我已经一身汗了 还是挺好玩的 来思雨打个招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手机上全是汗 虽然不可怕但是还是有点紧张 但我这匹马真的是我其实虽然没有那么挺火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它的 哎呦我还挺喜欢它的什么时候我也养一匹马 任养一匹马 然后练一下这个马术 结束了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是觉得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机会有点头 大家非常值得来一试 游戏是可以经过那个奥勒乌斯 然后也算是地标系 可以看到好多地标系 我们现在刚刚那个骑完马回来 是有一小时吗 有了有了 然后感想就是膝盖很疼 胯很疼 然后其实还可以还不错 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因为这边的马都是经过训练的 然后都还挺聪明的 很乖很听话 稍微有点脏 因为这里灰尘有点大 一定要回家洗头洗澡 对 好多灰稍微有点臭臭的 但是也是正常了 对吧 我觉得还是一个来洛杉矶很好的 一个体验的一个经验吧 我觉得是 至少我们 我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很像是 洛杉矶的约会指南 然后上山下海 带大家体验各种生活在洛杉矶的一些 生活跟娱乐的项目 对吧 大家也来体验一下 走吧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昆尼说落成 下周同一时间 我将为您带来 昆尼说落成 本年度最后一期节目 天使之城 洛杉矶史 欢迎大家介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